马斗福音第五章 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 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 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 神贫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安慰。 温良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 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得保育。 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怜悯。 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 你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是有福的。 你们欢喜踊跃吧,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 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 你们是地上的盐, 盐若失了位, 可用什么使他在闲呢? 他在毫无用途, 只好抛在外边, 任人践踏罢了。 你们是世界的光, 建在山上的城,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照耀屋中所有的人。 照样, 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 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 光荣你们在天之父。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 我来不是为废除, 而是为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即使天地过去了, 一撇或一化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 必带一切完成。 所以, 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也这样教训人, 在天国里, 他将称为最小的。 但谁若实行, 也这样教训人, 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塞人的义德, 你们绝尽不了天国。 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 不可杀人, 谁若杀了人, 应受裁判。 我却对你们说, 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 就要受裁判。 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 就要受议会的裁判。 谁若说疯子, 就要受火欲的罚。 所以, 你若在祭坛前, 要献你的礼物时, 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 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 留在祭坛前, 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 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 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赶快与他和解, 免得对头把你交与判官, 判官交给差役, 把你投在狱里。 我实在告诉你, 非到你还了最后的一文, 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一向听说过, 不可奸淫, 我却对你们说, 凡注视妇女, 有意贪恋她的, 她已在心里坚淫了她。 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 弯出它来, 从你身上扔掉, 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 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 为你更好。 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 砍下它来, 从你身上扔掉, 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 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 为你更好。 又说过, 谁若修妻, 就该给她修书。 我却给你们说, 除了拼居外, 凡修自己的妻子的, 便是叫她受奸污, 并且谁若取被修的妇人, 就是犯奸银。 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 不可发虚事, 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 我却对你们说, 你们总不可发誓, 不可指天, 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 不可指地,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不可指耶路撒冷, 因为它是大王的城市, 也不可指你的头发是,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白或变黑, 你们的话该当是, 是就说是, 非就说非, 其他多余的, 便是出于邪恶。 你们一向听说过,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我却对你们说, 不要抵抗恶人。 而且, 若有人掌击你的右甲, 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 那愿与你征颂, 拿你的内衣的, 你连外衣也让给他。 若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 你就同他走两千步, 求你的就给他, 愿向你借贷的, 你不要拒绝。 你们一向听说过, 你应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我却对你们说,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 因为他使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 也光照善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 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 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 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 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 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 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 如同你们的天赋是成全的一样。